往生论底的说 宫殿住楼库 观摄放无碍 这给你说的很具体 居住地 宫殿楼库 都能照见摄放 插土 没有障碍 那么换句话说 往生到西方基督律 就等于我们往生到 一切诸佛插土 一个都不漏啊 与佛有缘的人 善根深厚的人 听到这句话 会寒毛之树 发息充满啊 我们再也不会被外头境界诱惑了 不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了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贪暖发死 受得更好 他老人家 往生论地读起 里面是 如尽 明尽 清尽 一尘不染的明尽 摄放国土 诸佛插土 啊 是净土 是晦土 诸相 这是像古尚说的 啊 我们常讲的 摄法界 六道 摄法界里面 四身法界 是净土 六道轮回 是晦土 全都见到啊 净会住相 善悟一云 一起解信 这就是 我们讲的 因果报印 一切习见 你统统见到了 善因 感善苦 悟因 感悟报 看到果 不知道因 看到因 不知道后果 这叫愚痴 极乐世界 能把夜因果报 通通现前 给你看 啊 看多了 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跟 世尊在经上的经文 合起来 有对照 一点都不错 凡所有相 皆是修 一切法 无所有 避准处 避准空 你自然呢 不放在心上了 不放在心上 就是不受外面的 任务 不受外面环境的 影响 无论 无论时 善因 我因 善 月 我月 清清 楚楚 明明 了 了 心上干干 尖尖 夜尘不染 这叫真意 修行 阿 尼 陀 佛 阿 尼 陀 佛 阿 尼 陀 佛